这个女孩刚到饭店打工,面对客人的闲猪手,她紧张得无所适从,客人让她一块喝酒。 面对对她的求助,老板无动于衷,无奈的女孩只能强迫自己举杯灌了下去,她不知道的是,接下来才是她一生的噩梦。 这个女孩名叫小荣,正值青春年华,她天真无邪,每天要做的事就是放小毛驴儿,和小朋友们一起快乐地玩耍着。 她还有一个青梅竹马的男朋友志文,志文刚刚大学毕业,回到村里,这天外出玩耍的两人回来,正好碰到了乡里来的老板宝强剪彩。 他在村里置办了一个厂子,能养活村里百十口人的工作,全村人都对他礼遇有加,却不知他还是个老色批,看见水灵灵的小荣,宝强眼都直了,仪式刚结束,宝强就找到村长,要小荣去他乡里的饭店打工。 每个月两百块的工资,小荣的父亲听到这个消息,欣然答应,家里条件不好,导致早就到了结婚年纪的小荣哥哥,到了现在还没娶上媳妇。 此刻小荣高兴地对哥哥说,等他挣了钱就存起来,给哥哥娶媳妇。 到了晚上,村里放电影,看着电影里的甜蜜,小荣和志文悄悄地手拉手。 方应元也寄予小荣的美貌,看到两人你浓我浓,内心不爽,直接以机器坏了为由,停止了播放。 小荣和志文只好各自回了家,望着天上洁白的月亮,小荣不知道有多开心,心里想的都是志文。 第二天一早,小荣就来到饭店上班,他勤劳能干,手脚麻利,很快就适应了这里的工作。 这天,宝强带着几个朋友过来吃饭,胆大包天的他们对上菜的小荣动手动脚,还逼着小荣喝了酒。 醉醺醺的小荣回到宿舍,门也没关,倒头就睡了。 到了半夜,宝强趁着酒意,来到小荣的房间,强拆了他。 天一亮,小荣便拎着行李,回到家中,什么也不说。 任平父亲怎么问,小荣绝口不提,只顾着流泪,他知道这是一件不光彩的事。 过了一会儿,继续去放他的小猫驴了。 面对质文,小荣一句话也不说,包着质文痛哭,接着他走进河里,用河水洗刷着他的屈辱。 他以为事情就会这样过去了,可终究只包不住火。 这个女孩怀孕了,家里人都不知道,而她也没有准备,只因这是一颗罪恶的种子。 她被打工饭店的老板宝墙强拆了,得知自己怀孕后,无助的小荣只能把事情原委,告诉了男友志文,他决定去告宝墙。 志文听后非常生气,他支持小荣的决定,有了嫡气的小荣回家告诉了父亲。 父亲决定找村长帮忙,撞告宝墙。 村长听后也非常气愤,召集村民们一起开会。 刚开始,大家都气势汹汹,一定要告宝墙,为小荣要一个说法。 可是过门一会儿,村长想了想又说,村里还有一百多号人在宝墙厂里上班,如果宝墙坐牢,这些人将全部丢了饭碗。 因此,宝墙到底要不要坐牢,取决于大家。 接着,村长又把自己和宝墙谈的条件说了出来,让老板带小荣去医院做手术,还要给小荣和他的哥哥一份工资高点的工作。 最后补偿小荣两万块,听到两万块,小荣的父亲和哥哥眼前一亮,两万块对他们农民来说,想都不敢想。 原本都说告他的人,此刻为了自家的利益都沉默了。 在村长的说服下,大家也都同意了这些和解条件。 不知情的小荣还被蒙在鼓里,宝墙来到大会上,给美人都发了一根烟,利落地拿出两万块钱。 小荣的父亲看到桌上的钱,他高兴地在和解书上印下了指纹,同时还不停对宝墙说谢谢。 可是受害人明明是小荣,小荣还在和志文商量,要怎么写状纸告宝墙,他不知道自己的父亲和哥哥已经把他卖了。 这个女孩拿着撞纸,要去告那个伤害自己的人,却被父亲拦住了,说是对女儿的名声不好。 小荣却说自己不怕,这又不是我的错。 父亲看到小荣如此执着,他只好把这一切都如实地告诉了小荣。 得知父亲拿了两万块钱,就签了和解书,小荣泪流满面,这是父亲把自己卖了呀。 没过几天,宝墙派车来接小荣去医院,小荣死活不肯去,却被自己的哥哥强行抱上了车,这都是从小看着自己长大的人啊。 小荣借着上厕所的借口,偷偷跑出了医院,来到镇上的警局报案。 警察听了小荣的遭遇后,非常气愤,问小荣留没留证据,小荣摸了摸肚子,他一直都在。 这案算是立了,可小荣也不敢回家,直到晚上才偷偷跑到志文的房间。 第二天,警察便带队来到村里调查,可小荣刚好不在家,而小荣的父亲和乡亲们都说没有这回事,警长不相信,叫手下去把小荣找来,当面对质。 哥哥提前在树林里找到了小荣,并且阻止他回家,警察告诉村民,他们是来保护村民的,不让坏人欺负他们。 小荣父亲却表示,宝墙是个好人,贫穷让他们失去了尊严,面对老板的罪行,没有人站在小荣这边。 此时,志文在树林里找到了小荣哥,两个人很快就扭打起来,小荣跑过去劝架,不小心被撞到,滚了下去,孩子没有了,证据也都没了,想告也告不成了。 而哥哥有了这两万块赔偿金,如运地娶到了媳妇,虽然对方还带着一个小孩,可小荣哥也没有不愿意,能娶上媳妇已经很不错了。 方应元想要娶小荣,他找到村长,让村长当中间人,小荣父亲听到后,很是高兴。 虽然方应元年龄大了些,可是女儿能嫁出去也是好的,志文被分配到县里工作,名额有限,他再不去就要错过了。 他把写好的状纸和投诉信都交给小荣,小荣却一把丝了,他从小到大的梦想都是嫁给志文,即便出了这种事,他还是想嫁给志文。 听完小荣的哭诉,志文回到家里,就表示要缺小荣,可是村长父亲坚决不同意,还表示小荣就要和方应元结婚了,志文终于死心了,他没有和小荣告别,独自离开了。 心如死灰的小荣只能穿上新红的嫁衣和方应元结婚,临出门时,小荣给父亲行礼,小荣父亲忍不住哭了,不知道这会儿他有没有后悔呢? 新婚夜里,方应元对小荣十分温柔,洗了毛巾,替小荣擦手,小荣什么话也不说,方应元让小荣当家,小荣太疲惫睡了过去,他屈服了。 第二天一早,方应元就去找了村长,他要去告小荣的父亲,现在自己娶了小荣,当初赔偿的两万块钱,应该给他。 听到这个消息,小荣内心五雷轰顶,自己终究不止两万块钱,他脱掉鲜红四血的洗服,拉着他的小毛驴准备离开。 走到半路,却看到了匆忙赶回的质文,小荣仿佛又看到了希望,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,有情人能否终成眷属,我们不得而知,只希望小荣能真的走出大山,多看看外面的世界。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,我们下期再见。